羊毛出在羊身上 因为这钱是为你花的 你必须跟我还债 多无耻 这不是借钱 这是纯片 视频中被导师怒斥着的男生 名叫小杰 在与女友小玲恋爱的两年时间里 小杰自称是为女友付出良多 女友哪怕是想要星星 他都会想办法给女友摘下来 但经过长时间的累积 小杰终究是满足不了女友的物质欲 所以就欠款良多 于是为了偿还债务 他便想要女友替自己分担一些 谁料当小玲上台 说出他欠钱真相后 众人直骂他无耻 那么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今天为什么来呢 因为我要征服我清买 我不是就是借着这个平台 来调解一下咱们之间的矛盾吗 你现在知道了 你知道往这找节目来了 你会凭什么让我跟你一起还钱 我不就是欠了点钱没告诉你吗 你欠了点钱没告诉我 你把钱还在什么地方了呀 如果你跟我一起花 那我能不帮你还吗 我钱我不都咱俩都一起花了吗 什么时候是一起花的呀 我给你买礼物啥的 咱俩出去玩 我说过吗 我是那么失利的人吗 我不就是想让别的 别的女人的有的东西 让你也能有吗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在你朋友心目中 我什么样的形象啊 现在借钱你还不上了 你找我了 我就借不着了才找你呢 你借不着你朋友圈那么广泛 我朋友圈有那么广泛吗 刚一上场 两人一番你来我往 叽叽喳喳的争执 便让众人听得头大不已 怎么这保卫爱情的节目 变成了追债节目了呢 而作为一个男人 小杰又是怎么欠了一对债后 好意思说都是为女友花的 并且给女友要钱还债的呢 并且为什么小玲 又要男友还自己一个清白呢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小杰究竟欠了多少债还不上 又都是怎么欠下那么多钱的呢 我记得第一次借钱 我跟我朋友跟我哥们去逛街 然后买东西上场里边抽奖 抽到那个一等奖 说是可以全场项链打折 然后我就买了 钱不够 我说跟哥们借点吧 本来说回去还了 结果隔了两天 钱没了嘛 花完了 原来小杰和大部分男生一样 在有了女友之后 他也想对自己女友好 想时不时的给女友准备个惊喜 准备个礼物什么的 逗女友开心 让自己的女友不去羡慕别人 但无奈自己兜里碎银几两 根本无法承担 所以他便向自己的好友借了一些钱 先给女友买了一个礼物 之后再想办法还上 可借钱容易还钱难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就一直没有还上这个钱 然而听到男友说这个项链的事实 小玲却忍不住冷笑了一声 告诉大家 你那项链你说花多少钱买的 确实 他值那么多呀 那你值那么多 那你应该告诉我十地价钱吗 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不一样吗 那不一样吧 花一千块钱买的 骗我说五千 好家伙 小玲此话一出 立马便惊讶到了众人 毕竟原本在大家心中 小杰的形象还算完美 能够借钱为女友准备礼物 也就说明他有把女友放在心上 可这把一千块钱的东西 虚报成五千块钱的东西 小杰这是何意呢 难不成他想要女友开心之余 还想再树立大款的形象呢 而他这买一千块的项链都要借钱 那他到底是跟朋友借了多少钱呢 好家伙 小杰这送礼送的可真是有水准 一千的东西 向朋友借了八百外债不说 还为了装大款给女友虚报五千 这黄牛都没他会加价 而对于这么贵重的礼物 小玲一开始除了惊喜男友 给自己准备的礼物之外 他也很心疼男友 不舍得男友花那么多钱 原来小杰和小玲本是一个大学的校友 但是在校外兼职的时候认识的 能在外兼职补贴生活的学生 家里又能有多富裕呢 所以小玲便不敢收下这么贵重的礼物 并且很疑惑男友是从哪弄到的钱 然而当他问男友这个问题的时候 小杰则是这样回答的 我是兼职症的 我想着我根本就没想着告诉你 以后赚钱兼职啥的 你确实赚钱了吗 你赚钱的话 那你那钱为什么还没还上 为什么让我来花 现在不是有紧急情况了吗 当小玲得知了自己的这个礼物 是男友兼职挣来的钱买的时候 他内心不知道多感动 可只包不住火 谎言终究会有被拆穿的那一天 所以当小玲和朋友上街 意外得知了事情后 他当初有多感动 那时候就有多愤怒 况且若是没有那次的状态 估计他现在还被小杰瞒在鼓里 所以他的愤怒是无以复加的 那小杰现在究竟一共欠了多少外债呢 现在还剩下的七八千吧 经过主持人的不断追问 小杰终于说出了所欠外债的具体数字 虽然这个数字并不是难以偿还的地步 但是对于还是学生的小杰来说 还是有些偿还压力的 而之后众人更是得知 这些钱并不是借的一个人的 而是很多人的 这就说明小杰在借钱这件事上 很可能是个惯犯 而现在别人来催债了 他急了 所以他拿都是为了女友开心的理由 逼小玲和他一起还债 真可谓是无耻 本来就是嘛 这些你说话都还在我身上了 让我一个人还 那我不是都气话吗 欠这么多钱都是为他花的吗 有一部分是为他花 有一部分是我俩花的嘛 就给他买礼物啥的 然后也是想讨得开心 后来的时候 我不就是欠了点钱没告诉你吗 我 你欠了点钱没告诉我 你把钱还在什么地方了呀 如果你跟我一起花 那我能不帮你还吗 我钱我不都 咱俩都一起花了吗 什么时候是一起花的呀 我给你买礼物啥的 咱俩出去玩 我说过吗 场上 小杰越发理直气壮的 让女友赔他还钱的态度 看得众人是振着无言 也为一个男人 若没有本事就不该去装大头 更何况事后还把借钱的所有责任 都推到女友身上 这样的行为可谓是无能 而对于此事 小玲也表示很是生气 也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物质的人 他也从未向男友所要过什么 而他若要是知道男友是借钱给自己 准备的那些东西 他从一开始都不会养 更何况小杰每次都拿自己当借口 去和朋友借钱 他那些朋友又是什么眼神看自己的呢 更何况对于借钱还钱这事 小玲已经给小杰收拾过一次烂摊子了 没想到他之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借钱了 那那800块钱后来还给朋友了吗 是我还的 你还了800块钱给他朋友 既然你还了这800块钱 为什么后来还借了这么多的钱去铺牌 不是后来 他肯定感觉以后我会帮他还钱 他都肃无借案子借钱了 根本没经过我主意 那你认为 我认为那旅游的钱怎么出的 我不就是想让你玩得更开心 跟我在一起更幸福吗 那你考虑过 如果我知道你是借钱的 我会开心吗 我会幸福吗 去哪旅游的 去北京 我一我说咱们出去旅个游吧 他说好 然后钱还是不够 我就借了点吧 我当时我如果说没钱的话 他肯定就不去了 也就玩不成了 回来之后有没有还钱呢 回来之后我本来打算 我说慢慢还呢 钱还没凑够呢 然后我那朋友说 他家里有急事 然后说需要钱 看能不能给凑点 然后给还上 然后我那边就找他去了 此时的小林很是后悔 当初替男友还钱的举动 也为在他看来 男友之后再次背着他借钱 以及如今理直气壮找他共同还债的行为 全都是仗着他心软 有他在收拾烂摊子 所以才敢再次做的 况且如今的他细想下来 当初男友借钱买项链 如今自己替他还想练钱 那么这和他自己买条项链有什么区别 反而疼女友的美名落到了小杰身上 自己倒背负了物质的名声 自己这得不偿失的真不知道在图什么 况且项链这点小钱他还能还得挤 之后男友偷偷借钱去旅游 还不起后又找自己要钱 这让他怎能不委屈呢 然而小杰不仅经常借钱不还 找女友帮忙还债外 限制小林花钱的事 更是让众人怒不可遏 说起男友做的那些奇葩事 小林除了愤怒之外 她还非常的委屈 也为她花钱从来都是非常节省 从没欠过债 而和小杰恋爱后 她不仅常常入不敷出地 贴补男友还债外 男友还对她进行财务限制 这更让她崩溃 然而小杰对女友财务进行限制 却从来不对自己财务限制 并且在限制女友的情况下 生活还过得有滋有味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小杰看着一副老实巴交的模样 竟是个满嘴谎话 借钱不还 推托责任 还限制女友财务康自己之楷的无耻之徒 她这样处处算计 拉低小林的生活水平 小林当初到底是怎么看上她的呢 就当时你怎么看上这么一小子 你跟我说说啊 当时我俩在一起兼职的时候 这也她对我开始是挺好的 然后我俩做了好朋友 然后突然有一天她向我表白了 然后我说感觉她挺有上线 是挺有能力的 将来肯定有一番事业的 然后我就跟她好了 我开始的时候也可能是因为感动 但是后来我是真是喜欢她了 谁认得心 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经过主持人的耐心询问 小林也说出了自己这两年的感受 原来当初的两人是因为兼职认识的 所以小林便觉得小杰这个男生靠谱 不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 并且之后相处的一段时间里 小杰对自己不仅有耐心还大方 所以她便陷入了小杰编造的爱情漩涡里 谁料当她成为小杰真正的女友后 她才知道那些都是假象 小杰实则是个吹牛无度 好吃懒做还没有责任的男生 但毕竟两人恋爱了多年 小杰也不是完全不在乎自己 所以她不知道该怎么看待接下来的关系 于是听完两人矛盾的导师 再也坐不住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正如马丁老师所说的那样 小林在这件事中完全就是个受害者 而小杰这样无耻的行为 完全就是骗人 更可怕的是 如今的她竟觉得让女友还债 是理直气壮的事情 她要是改不掉自己骗人 借钱不还的习惯 早晚会酿成大祸 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说 如果做不到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就更加做不到你的是我的 我的是你的 结果就是我的是我的 你的还是我的 但你更加可恶 你的不光是我的是我的 你的还是我的 你的结论是 我的是我的 你的也是我的 大家的都是我的 你拿别人的钱来满足自己的虚荣 然后用自己的虚荣去填足他的虚荣 至始至终 这份爱情在你的心目当中都是可以用钱来实现 涂雷老师的话还是一如既往的犀利 所以小杰此时被导师训的也振振虚心 于是便低下了头 然而无论台下的导师怎么训斥 最后的选择权还在于两人的手中 其实吧我知道我自己有这方面的缺点 这个是个很不好的毛病 但是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对你是真心的 借钱不还那个事是我的不对 我以后会做家改正 其实我感觉你这人真的一开始挺好的 这钱我愿意跟你一起承担 但是现在你的变化太大了 我宁愿我现在可以帮你先一起分担还完 还完以后我想再考虑考虑 我们还适不适合在一起 没关系 我可以在一起最好 场上 小杰虽然表示自己决定改变 借钱的坏习惯 可小玲还是对他失望了 他决定和小杰共同还完债务 但两人的感情却只能到此为止了 而对于这个结果 小杰显得很是失落 但这都是他骗人后应该承担的后果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有多离谱 其实在恋爱中 我们可以为对方创造惊喜 但这个惊喜一定是自己能力范围内的 超过能力的事情 我们不要选择去做 因为那不只给自己会增加负担 也会给别人增加负担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的你 对于他们的这段感情 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和感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